在前面我们学习了类对象 以及6的一个自己实性 软型等等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在今天需要对这些所有的知识人 来一个回顾一个梳理 我讲课的话就喜欢把那些蓝点进行拆分 拆分了之后巡视进进 然后采取一种像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讲课 我希望通过这种煮青蛙的方式 煮着煮着大家都把那些知识点都掌握了 这是最好的 如果大家能有收获的话 那是我的荣幸 那么回顾一下前面的东西 首先有一个概念 就是软型这个东西 我前面只是说了 但是没有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或者一个说明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软型的话有两个东西了 一个是Prototype 就是构造器函数有一个Prototype 然后还有一个对象 有一个隐藏的 不是所有浏览器通用的一个Prototype 那个东西 好 那么说一下软型到底是什么东西 提出软型它是有目的的 关于它实现的目的 等会我们这节课就会专门讲它 我们心不管目的 我们都知道要干一个事情的话 你可能就会分很多步骤 或者很多方面 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 都会完成相应的功能 是不是 所以说软型这个数字的话呢 你既可以代表着Prototype 就是构造函数的Prototype呢 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对象里面的 那个Prot 这个东西只是完成它的最终极目的的 两个方面而已 所以说你 我以后提到数字软型的话呢 就是指它 你不要纠结 就是说软型到底是指的那个 两个下滑性Prot 还是那个构造器函数的Prot 那个东西啊 这是这个地方要说明 那么说说软型的话呢 我们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软型的提出呢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我们就已经学过了 就是什么呢 你通过构造器函数 六一个对象 通过软型就可以把一些共同的东西 或者有默认值的东西呢 就放到软型里面去 那么就达到了一种审内层的目的 是不是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其二是给软型 通过软型的方式呢 给继承实现的 提供 继承的实现的提供了一个前提 那么通过一个代码呢 我们来演示这个问题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这里呢 写了一个函数 方克型 F 好 这个函数呢 我们用六一个F 等于这样六出来 那么为什么说是实现的 给它继承实现的一个前提呢 关于继承的概念 因为我要我有个入社的读者的一个前提知识 也有一个Prot 好 然后它的Prot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 稍等了一个东西 好 它的一个Prot 回车 它的Prot就是object object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这是它指的是构造器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object的里面构造器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想 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 我们可以type of一下 它还是一个对象 那么还是一个对象 说明它还可以有一个 有个自己的一个Prototype 好 我们在这里再点一下 回车 好 此时为空了 就是说一直指向指向指向 指到最后为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继承 我这个对象 我这个F可以用到 这个大F的没有软型的东西 而大本人 大F的软型对象呢 又可以用到object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创建一个对象 它可以调用toolstream这种方法一样 这就是它的继承的一个本质 是不是 它就是一直往上指 到观认继承的话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软型的第二个目的 观认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表示 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这里有个对象 这是F对象 它有个Prototype 指向的是谁呢 指向的是构造器 F的软型对象 它的构造器是F 构造器是F 这里面它也有一个Prototype 然后呢 它又指向的是object的软型对象 这个指向的是object的这个东西 而object它里面也有一个Prototype 这个Prototype呢 就指向的是个空 因为它是最顶级了 所以它就没了指向了 这就是整个 它我们刚才这个地方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可以 是实行继承的一个前提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软型的第二个目的 当然软型的第三个目的呢 就是一个干什么呢 就是欺骗我们 说白了就是欺骗我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JS早期出来的时候呢 只是为了给纯净它的页面 加一些动态的效果 比方说让一动门燃收动一动啊 或者改变一些动门燃收的内容 是不是一直不同的情况 改变一下内容 它创建出来早期的功能只有这么多 是不是 像这种简单的JS 这种层面的语言的话呢 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写出来 比方说我以前就写了一个JS 仿JS的一个冰层语言 那么我只实现了两点 一个是就是写一个简单的词法分析 然后分析出来之后呢 形成一个个Token 就是一个个的令牌 然后通过这个令牌呢 就依据一定的语法规则 构进一个语法 抽象语法式 就是Obstract的那个SyntaxTree 然后依据这个语法书呢 就构进算出那个代码任性的结果 这东西呢就比较简单 早期的JS功能也不多 到后来的话呢 JS流行起来用的多了多了之后呢 它就需要有些 加强一些功能 比方说 因为加法当时也出来 是不是 它可能会就JS的那个 创始人那位大神呢 可能就会用一些加一些类之类的东西 但是本质上 JS早期创建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类 是不是 你想想它怎么做呢 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它提出来这样一种方式 用软心的方式来做 但是它怎么那个思路 它是这样的 一入我们前面的一个6的分析 它会怎么做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的话 按照这个6来分析的话呢 我们那个P2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定一个变量 刷新一下 把它都清空一下 我们定一个FARP2 等于我们自己写 一入我们的代码来解析它 6一个person 然后内幕CJ 然后22回车 然后它是怎么 它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这是我的一个自我揣测 就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 我们这样new一个东西 用的很爽 是不是 感觉好像它是个类 然后构建了一个对象 其实根本不是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己模拟的那个实性 这地方本质上是不是反护的 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结合这个new 干了个什么事情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图来画 首先它是这样弄了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 你可以给它加一些成卵 是不是 加一些自己的成卵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 它怎么样做到那个 欺骗我们的没有内的概念 好 然后这个对象弄出来之后 它设计了一个 它里面内部有一个成卵 叫做constructor 是不是 然后就指向这个person 是不是指向这个person 这是早期在语法冰写 以及创建对象的过程中 是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 它也给自动的 一句new这个关键字 就是它的new 不是我们自己写的new 它关键字 它会给我们这个创建出来 对象内部加一个proto的这个东西 让这个proto的东西呢 就指向的是指向是什么呢 指向的是这个构造器本身的另外一个对象 就是那个软型对象 这里是proto的type 指向的是这个对象 然后这里指向起来 这是这个 然后当它对象真正用起来的时候呢 依照我们前面说过了那个属性的那些成卵方 承软的查找的方式 新找自己找不到就找 通过proto来找它 是不是在任性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它什么事情 这是不是欺骗了我们 就根本还是没有内 所以说JS里面本身 不管是你这个用new的关键字来 弄的东西呢 还是说后面的东西 后面我们专门学的基层 都其实只是个模拟 根本就没有内 只是个对象 这是这个地方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new 这个new的话呢 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把这档代码的这个对象 能不能调到这一来 或者调到别一来 是不是 如果啊 关注这段代码的话呢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 直接这样 总是这样写的话呢 fair 我们把它刷一下 fair p这样定一个b等人6等人6一个poin person 然后然后这个地方写一个名字 写一个词的话 这样一次性到位的话呢 你把这个行的代码放在这里和放在这里是没什么差别 关键是什么呢 如果是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呢 就有差别 比方说啊 好我们搞一个temp 新把这个temp呢 搞一个person 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创建两个对象 等于等什么呢 temp 然后搞一个名字 1111 然后fairp3等于temp 2222 这样写啊 这样写了之后 我们发现p2.nm呢 如果我们把它改为111 对p3呢 是没有影响的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这样写了之后呢 这个temp呢 是不是指向了就是这个代码的快 就是这个函数 所以你每次掉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创建的就是一个全新的对象 既然是传新的对象 所以p2p3 它的内蒙儿A级都是它自己的 也就是说 内蒙儿A级呢 并成了它自己的实力级别的一个成员 是不是 如果啊 这是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prototype呢 移到 比方说移到这个上面 它会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刷新一下啊 我们还是这样 刚才的方式 temp呢 等于6一个person 回车 然后呢 p2等于temp 我们还是这样写1111 然后p3等于temp2222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 p2.name呢 等于我们把它改一改 然后接下来p3.name 你就会发现情况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p2p3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币包 是不是啊 当成那种写法 币包捕获的东西呢 只有这个 而这种写法呢 币包币包捕获了它 也捕获了它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函数 内部一个函数吗 是不是啊 你返回出去了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 跳出来 即使你这个函数 执行结束了 它永远会捕获 这是我们前面币包的知识 捕获了之后呢 当你在调用的时候 用捕获的东西呢 这个函数只引用了一次 是不是啊 词法上向文字 创业一次 然后o呢 就是同一个 所以说你的p2p3的话呢 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 然后你在这里调用的时候呢 就是给o本身加了相应的东西 内蒙的A级 所以说因为它是同一个对象 所以你改其中一个呢 会影响另外一个 这就是这个币包 那么三者一结合起来 就是什么呢 软型加上币包 加上这个6的特殊实性 就构成了整个结实 软型的一个核心体系 它的那个达到的一个效果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有把共享的东西 放到那个软型里面 以及构成的 继承的实现的一个基础以外呢 同时就是第三个目的 就是欺骗我们 欺骗我们之后 表面上我们是留了一个person 看上去有类 实际是没有的 整个实际的一个 构造过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呢 可以画完整一点 是不是 比方说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对象 这个p p2 是不是 好 我们在那写一个p2 p2的话呢 它里面会帮我们 用能6的关键字 帮我们会加一个proto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然后指向的是 指向的是 指向是什么 我们在那写个函数啊 指向的是一个函数的一个 软型对象 好 软型对象 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prototype prototype 指向这个软型对象 这里把它关联起来 同时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地方呢 就加了一个constract 然后指向这个 这是这个 因为6的话呢 就干了这个事情 就是加了一个proto 让它指向这个函数的东西 创进函数的时候呢 就加了这个proto type 就是让它加了一个对象出来 然后就放到这里 放着 让以并让你以后用6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就把它捕获起来 就可以有个明确的指向 就是分为两步 是不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臂包在这个里面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啊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样6的方式按照我们自己的实性 它是不是捕获了一个什么东西 捕获了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你的对象 让你生成出来的对象呢 永远指向的是 因为你传这个F过来嘛 是不是 指向的是同一个 不然的话你指向的是同一个proto type出现 不然的话 比方说这个函数你构建另外对象 指向的是 构造器函数的另外一个proto 软型对象的话 是不是达不到我们的目的了 相当于说完全改写了一样 就像我们前面演示的 是不是 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图画的有点烂啊 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 通过那个臂包6以及软型 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大家这个方面一定要理解清楚 这是我们以后深入了解 软型令的一个继承的前提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